随便科普一下 你知道三国时期的台湾是什么样的吗 台湾在三国时期的名称叫一州 三国东吴林海郡太守沈营 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研究台湾的学者 他的《林海水土志》中 就详细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一州在地理位置上与东吴相近 当时孙权曾派将军卫温 诸葛侄率假是万人 组建成30多艘船的船队 历经一个多月到达一州 并带回当地居民数千人 相传 孙权的起初目标不是攻打一州 只是想找到秦始皇派出去的徐福后代 找找长生不老的办法 结果到了之后 才发现并不是徐福到的地方 更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 但这岛上又有许多土著民 于是顺便开疆拓土了 据记载 军队在一州驻扎了一年时间 后营军是水土不服才返回东吴 而这段历史也是对台湾最早的官方记录 随时随地杀一下哦